第七場 31200 退出了加州德遜 補回這條片 轉一轉 原本都覺得他頗有機會的 11號勝利在首 現在都是大宜滿 拼回他的行頭 其實好像整個格局有一次 退出為他而天造地設 準備贏一場馬 因為加州德遜本身都是田泰安之前騎開的馬 田泰安今場騎了這隻勝利在首 那隻就配莫雷拉 本身都頗大機會 既然推出了 清雲了整組馬 最有根據的都是這隻11號勝利在首 大熱體 大家覺得值不值 昨天都說過 田泰安復出這次手馬是像樣的 二馬律馬這隻馬 上場都是初上三班 近日排在中外擋巴道跑 早段真的用了那些力卡 這樣拉屎隻腳仔軟 看看跟他整排馬衝過的 綠色用盡 閃耀 榮光 美麗躍動 甚至乎今場原本跑的加州德遜 整排馬都是再出有好表現的 賽則是非常硬正的 今次應該可以保重了 既然加州德遜退出的話 5號的同進 上場真的較遲才撻得著 我看見他大約百領 一隻馬才真真正正衝行 當然對頭馬不是太大威脅 因為太遲撻著了 這隻一向比較弱質一點的馬 今次匆匆打王牌再報名 應該荒仔對這隻馬摸得很有信心 今次何宅堯分身不下 國林跑 套過眼罩 我想他會再著意一點 跟著再前一點 若則馬既然肯這樣撥發 應該三甲都在 7號的索先生 上次計算好數 再一次落四班一放到底 都是一貫作風 三班之前都是一般的 上個星期贏完衝衝再報名 上個星班 用王進 我想他都會再著意擺前走 上個星期都是10檔擺前走 今個星期是9檔 應該都是這樣 撲撲他的勇勢 偷一下雞 有機會再贏一場都不出奇 1號的元朗之星 補回這隻 原本都一般的 但是雞運了 補回他都穩固 因為上場初跑過來 谷草一里 都是重磅 放得很快 最後就力藥 沒得說 今次縮下來千二 何祭堯有師傅的童進 不選這隻 因為這隻元朗之星 都是他跑開的 縮程 因為上次都放得很快 看看能否縮程對手弱 他就捱得到 今場轉一轉 就是11號的勝利在手 Win 現在大熱 飛數都漲漲 配角5號的童進 7號的索先生 和1號的元朗之星